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月American Pie的短篇集 短篇集主要就是我一个人 因为在英国就会继续保持买这个美满 就好像咬借帮的形式 用一种简评我看了的一些书 但是当然大家都明白 是很难看完无穷无尽这么多的美满 所以我只是会说一些我买了或者我追紧的一些作品 之前上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了Shadowwall Alpha的头两期 其实整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可能等我下一次再跟大家说 因为不要常常说D.C. 我怕就好像搞到我的节目只是说Batman的相关内容 所以今集也不是说Shadowwall Alpha的 那么今个月唱片我们未来会录的了 也都会跟大家分享剧集 什么剧集呢 到时大家就会知道了 那么这个今集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三本 其实都不是最新的了 那都是可能是过去一个月 甚至乎过去两三个月的一些 新出的作品 分别是The Amazing Spider-Man 那么它所谓的第一期 所谓的第一期 但是其实合共就已经是第八百九十五期 还有五期它就会正式去到九百期了 其实在我录音的这个月 即是现在六月 其实它就已经刚刚在这个礼拜出到第三期了 但是我是未看第二三期的 所以我只是会跟大家分享第一期的故事 另外就是与Spider-Man都有关系的 就是Spider-Granvers 是一本新的书来的 另外有一本是叫做 它声称是一个叫Rebirth的故事 就是叫Silver Server Rebirth Silver Server Silver Server即是银色冲浪者 一般是这个中文译造 是的 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的 还有一些我的看法 但是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 就是我在美猛的涉猎 其实始终都不算很深 所以呢 有些内容可能因为 如果涉及到很久以前的一些 Black Ground的话 我未必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 再再分享到 而且因为我看开日晚港晚 所以可能对一些画风上面 有一些既定的看法 如果你有不同意的 其实都不妨跟我分享一下 或者原来这位本身是 画了很久很出名的 也都听完你发觉 喂其实不是的 他有很多好的作品的 可能我不同意的 那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那先讲一下 我想也是Marvel里面 最王牌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Spider-Man 事实上这本书 我是在5月的时候 去美国的时候买的 我有问过当地的店员 他都说在他们的店铺 就是在L.A.的 Downtown来说 他说其实只有两个 Title是特别出色的 就是I mean 特别会多人买 那第一个就是Best Man 第二个就是Spider-Man 没有说两个一定要排前后的 但是这两个就确实是他们 最买得的Title 那么这个故事说什么呢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说 他有一些新启动的一种感觉 因为他都叫做第一期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会买回来 因为如果他告诉我 这期就这样是第八百九十五期的话 我是不会买的 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介入得到 但是如果他既然声称自己是第一期的话 那我会继续买下去 那这一期的故事一开始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Pierre Parker 在某一件事里面 在一个超大型 似乎是一个爆炸的场面 那就生还了 那么他的样子都非常之痛苦 因为整个面罩都破坏了 那些衣服都破坏了 诸如此类 然后没有了 好像是完结了 我初头以为是第八百九十四期的一些故事 但是我看回网上的一些评论 似乎好像不是很关系 不过不要紧 其实他就是说 这个故事就是全新一个章节 说六个月之后 Peter其实就已经是 相当之沉屈 变得 因为可能经历了刚才说的那件事 那连这个 就是Aunt May 都好像有些东西要瞒着他 那两个就不是很多交谈 好像Pierre Parker有很多东西要收拾 可能怕对方会遇到危险 可能是这样 总之就是有一些secret 但是Peter就说你相信我好吗 当然Aunt May 当然他说无论如何 他都会相信你的 从来都相信你的 但是也是这样的 所以才是问题 另外故事跟着就讲到 在这个Parker 其实自己就有这个studio 自己住这样的 然后他有个朋友 他的朋友就是Randy Randy就跟他说我想 应该接触一个女孩 希望Janice就可以嫁给他 而Peter的态度也是很冷淡 他会说那好吧 也恭喜你 就是这样 好 遲些再说 看到你可以再见到你 真的很开心 但是其实这六个月里面 其实Randy一直都有 偶尔去找一下他 希望可以 联络得到Peter 但是Peter在六个月过去的一段 长时间一直都找不到他 他也是有 你会见到 他们也都要 联络得到很多事情 要联络得到一个财务的问题 似乎是不太够钱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这个电影版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以前的Toby 或者是Holan 都很能够做到Peter Parker 作为一个teenager的那个 就是跳脾 活泼 开朗的感觉 但是原来我们看回《妈妈版》 因为畢竟都60年了 其实在不同时代 譬如可能已经说Peter Parker成长了 大过不再是teenager的时候 他也有很多事情要背负 譬如可能要背负他的财务问题 财务问题从来都是Peter Parker 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也可以不开朗 他也可以很沉屈 很不想再和别人社交 甚至最好的朋友也好 他也是不想和他聊天 那这个就是关于Peter Parker的一个 一个稍微的介绍 作为给我们一些重新介入 这个Spireman 或者脱了好很多年的读者 重新去理解一下Peter Parker 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的 故事一转 你都要讲究竟反派是怎样 将来才有故事去推动 那现在的反派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原来就说到 金平已经死了 那死了之后自然都要有后续 那接着就说到这个 他在之前曾经出过中文版的《万威英雄典藏陶监》里面 就将他的中文名官方定名为这个墓碑 那他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已经是独霸一方的帮派头子 那他就和The Rose 就是这个长眉人 帮手下就有一个交易 在谈一个交易 去做一个买买 那对Rose在这一代是哪一个呢 其实我在这本书是未知道的 但是在刚才说的那本《典藏陶监》里面 其实就有说过 第一代的Rose 其实就是金平的儿子 另外已经有第二三四代 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Rose究竟是哪一代 但是暂时知道就是Rose 然后就因为Tom Stone就很困难 他说你都没有 金平死了 你们都没有地盘了 你跟我谈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不过不要紧 我也会跟你做生意的 但是你不要走来跟我要求些什么 因为我是 你们没有地盘 就是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诸如此类 那么中间有一节就是说这个 A Human Torch就走来找Peter 有些东西要找他帮忙 但是这个暂时就按下不表 好了我说回刚才 就是这个故事 接着就说到Randy 就走去跟Tom Stone谈 有个饭局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Randy 是说想engage Janice 其实他就是Tom Stone的女儿 但是你走来跟我黑帮的头子 谈谈不如女儿嫁给我 这些东西在阵势上好像不太对 不太对焦 因为Randy是普通人而已 不过不要紧 因为Tom Stone也说 我也知道我女儿是什么人 你到时有力量的 你就能保护她 但是你不要跟我谈谈这些东西 我不觉得你 I mean Tom Stone其实有些不太觉得他做得到的 好了之下就说Peter Parker 在路上就遇到刚才说的 Tom Stone的手下 White Rabbit 就会跟The Rose的一群手下去做交易 原来他们就是在买卖了一个 Green Goldbin的飞行器 应该是 就是一个Goldbin Glader 然后就打了一大轮 打了一大轮之后就 Peter是没有输到 但是他也没有赢 但是他炒过了一件事 令到The Rose的手下就走了 亦都是因为这样 The Rose当然就发晦气 或者发怒了 于是他就找人走了 因为他原本是跟Tom Stone去做这个交易 他就烧了 甚至是在画面上炸了 炸了Tom Stone的房子 这个就引伸了一场大战 就是将会的一个大战 就是Tom Stone将会走来跟The Rose开战 但是他就认为 其实整件事起因都是因为Spider-Man 他不知道Peter Parker是Spider-Man 但是所以他认为起因就是Spider-Man 所以也都会 入这条数 也会入Spider-Man数 而在这一期的最后就看到一个是Paul的人 带了两个小孩来 这两个小孩就叫M.J.做妈妈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可能后面会知道 或者我需要做一些研究才会知道 但是最少这一段就是The Amazing Spider-Man的故事 听Patreon的朋友 当然你先优先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的画面 不太多 这一位卖画家 就是John Romita Jr. 他的画风 纯粹不是我一杯茶 或者最少不是我看惯的那些 所以譬如他的面上会比较阔 不足会比较粗 但是这些人很多都在国智口面 比较粗线条 未必是我的杯茶 但是这个故事 因为刚才你看到我都说了十几分钟 一来我不能够很疗如指掌 就像咬借邦那样讲到的故事 他情报量是很大的 Peter为什么会这样 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 接着Tom Stone和The Rose之间的关系 Randy和Janice和他父母 即是Tom Stone之间 究竟会否引申到和Peter Parker的关系 然后到最后就是MJ的关系 你看到一期书的情报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值得我去继续追 所以已经买了第二三期 可能在下一次或者什么时候的 Spyraman 即是American Impact的短片 就会继续跟进这个故事 都是会继续看下去的 第一期Spyraman会做的事 就不算好 有做的事也不算很多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他的人好像经历了六个月之前的 那件事件之后 他人是很沉重的 究竟有些 他不是不想再在社会上继续努力 或者是去警惡情间 他会做的 但是他究竟想做些什么 什么时候会完成到 即是他继续打击罪案 但是他跟其他人的关系 好像很多隔阂 很多疏离 甚至我们看到 如果MJ他有两个小朋友 即是他会叫他妈妈 究竟是养母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可能看他的故事会继续有解答 而MJ在Peter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也跟他说你不要再找我了 那么 我们一直看的 Peter和MJ 当然是一对 大家都很希望他们会继续好的情侣 但是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究竟会发展成怎样 都是一个值得去看的地方 动作场面不是很多 画出来多数都是一些 文气 定镜 或者一些对话 但是透过剧情的多种 你会移画的地方 都还可以令你去 隐身想追的一个作品 虽然画风我刚才说过两次 他未必是我杯茶 但是在剧情上是有一个推动的 另外重点就是当然 现在在今个月推出的就已经去到八百九十七期了 还有两个月就会到这个九百期 我想到时两个月之后也会有九百期的Sparkman 到时又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本书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The Silver Surfer's Rebirth 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大约是这样的 一开始就是说这个黑鲤族人 就是蓝色皮肤的黑鲤族人 有一队太空船队就被一个黑洞 即将会吸进去 几乎没办法逃脱的了 但是这个幸好在临乃之前 同样应该都是黑鲤族人的 这个Genisville 即是Captain Marvel的儿子 突然间来到 就救了他 即将一部太空船顶住 就不要被黑洞吸进去 可以补充一下 即是Captain Marvel 即是MAR-VELL 都是黑鲤族人 在最初的故事设定 但是他就是白皮肤 不是蓝皮肤 他的儿子也是曾经成为过Captain Marvel 他顶住了 但是都未能完全 即使这个Genisville 是那么强也好 他都没有办法 把太空船拉回头的时候 Captain Marvel就来到了 有他帮忙 自然可以拯救整个太空船 说到这里 好像结束了一件事 其实故事也是刚刚开始 就是说 当他们两个救了船后 突然间 一声的时空突破了 接着很怪异的事情就出现了 Captain Marvel身边的Genisville 希望可以避免到有任何不必要的侵害和伤亡 正正就好像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 就是有俄罗斯入针或栏 马尔菲就大约是这样想救他们 帮忙 然后就说 Captain Marvel 你也要帮忙 快点帮忙 然后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 当然也帮忙 然后就 打了一大轮 突然间 噗一声 爆炸 而 马尔菲是 被一下子的袭击 然后就受到重创 接着呢 我们最后那一页 就发现到有个不势的强人出现了 就是这个 Vanons 因为这个故事虽然是第一期 但是这本书 你看到 我说得这么快就结束了 你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他本身的情报量比较少 本书也是比刚才那本 The Amazing Spider-Man 那情报量就是这么少 简单来说就是 你会看到 Captain Marvel Server 毛利拉庚看到一个 应该已经死于癌症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才会出现 一个这样的状态 状态呢 那而 Vanons来到又会怎么样呢 你知道 Sewer Servers 也是很强的 是有很多不同的能力的 当然理论上 Marvel本身也是很强的 但是Vanons来到 又会大打一场 会造成什么效果呢 还是其实他们本身后续 有一些 又有一些交易要谈 因为你知道 美猛很多其实是要谈 讲故事 rather than真的打的 但是第二期预告的封面 就是这个 Vanons和Sewer Servers 是正在对战 那所以 究竟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我现在就还未 我在店铺就还未见到第二期的出现 那 我都想看一下 但是这本书呢 因为 好像 这个故事 你说原疑性是不是很多 又不是很多 原疑性 但是可能看到两期至三期 如果不合谈的话 可能我都会棄书 都不出奇的 但是那些画是 我平时看开 我会比较接受的 那些美式画风 我会比较接受一点 但是这个故事就 好像 一来我没有那么熟 就是相对Spinorman的 角色的话 但是也都 清不上 我是一些 非常非常之 我最喜欢的内容 他说的东西不是很多 那 不知道究竟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那 对了 你刚才听都发觉 我说的内容 当然是很少的 那究竟会怎么样呢 都是要 要谈一下的 那另外呢 我就买了两期的 就是这个Spider Run 但是我只是暂时看了第一期 他的画是一位叫 Silly的 作者 然后Nishijima 应该就是一些日裔 或者他爸爸可能是日本人 的漫画家 去做这个 如果我没有看错 应该是Penciler 是的 是藝人来的 Jody Nishijima 那创作者就是Tim Silly 他的画风 就是的而且确比较 是日本动漫画风的 少少 你看到我这次介绍的三本书 是有各种 不同的画风在 都呈现了一种 比较丰富的 画面模式在这里 其实就是说的关系 他都有对他自己现在身处的那种 作处境是很尴尬的 他既不能够和MJ 他以前和MJ会一起夹兵 他也开了一队兵 但是他现在好像比较想希望 活在一些警惡情间的 GOLD SPIDER 的一个行动里面 虽然他本职是一个学生 但是 Stacy 始终想做一些警惡情间活动 但是 故事一开始 其实是说他 所谓的警惡情间活动 就是对一些很低级的 都称不上是 称不上是 坏蛋 即是Super Villains的 的角色 不过普普通通 走来抢一下东西 他武器都是一些过期的 过期的名人 就好像就是那些什么 纪念的子里面那些纪念 那有什么好打呢 但是他确实是想 应付这些这样的东西 可能他以前 在某些时间 都已经展开过 一些这样的战斗 已经是对过一些强的人 所以他好像回不了去过去 但是他爸爸又不想他 做太多这些 就是超级英雄的事 那他又去不了未来 就是他跟他爸爸的关系 是很 很 他不是 他当然是疼他爸爸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 因为爸爸不想他 做那么多这些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包括好像第一 我刚刚今天说的第一本作品 Spider-Man 你看到很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因为他其实主角不止一个身份 那他同时在应付他自己的人际关系里面 他有他要想做的事 和他做不到 或者不能够 满足到他身边其他人的事 我想这些角色心理描写 虽然他在第一期来说还没有很深刻 但是你都可以看到 最少他们是有自己在个人心理上的一些张力和冲突 至于他在这边 不忽然他就会跳进去其他宇宙的宇宙 怎不知跳进去其他宇宙的情况 的同时 因為在很多年後是一個未來 有一個偶像想做一個Planultimate Me的圖像 這幅圖其實大家都認識 有個女人哭了口指著對面 另外對面不理會她的貓 當然大家都認識 但她同時在搞一個Planultimate Me的圖像是一些時光處理 誰不知在那個Transform的過程中 因為你知道時空是很古怪的 在漫畫的呈現中 剛剛的光跳進去時空中 有一道不知什麼的光就擊中了光 於是她就掉進去虛空中 幸好有Spider Zero在那個時空中救了她 然後兩個就去了一個不知什麼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一個看起來挺未來的世界 其實很古怪 因為有些古代的石像雕塑 但又充滿了整個街景 有些天空飛來飛去的機械巡景 那個人聲稱是Earth 65 於是遇到一個機械警察 想走來捉這個Spider Grant Spider Grant就要逃亡 走來走去 然後發現原來這個世界還有很多阿關 即是阿關變了很多不同的人 譬如變了Flo 有一個叫做Flo Grant的人 即是雷神 其實就是阿關的其中一個分身 於是就建構了這個叫做Granvers 一個多重身份的宇宙 當然他這個世界裏面 譬如也有他爸爸 就是剛才想捉他的 即是剛才想捉 Spider Grant的那個 機械警察裏面那個真身 於是Spider Zero就叫阿關 嘗試去找不同的人去幫忙 他就希望透過這樣 希望可以令到他重返他自己原本的事件 他第一個遇到的就是這個Flo Grant 而這個Flo Grant其實是什麼呢 都其實是他渴望 即是阿關渴望被崇拜的一種心理的一種放大 似乎可以透過這樣去認識到 或者建構到不同的關 就會建立得到很多不同的關 可以聚集在這個宇宙裏面產生的一個故事 這個就是大約第一期 剛才說的那個未來偶像 最後就請出了這個Night Burr 都是關來的 他就是在另外一個平衡宇宙 或者是另外一個宇宙就走了出來 似乎也是他們其中一個要 究竟他是幫忙還是對戰還是什麼人呢 而到最後 阿關怎樣可以返回他原本的宇宙 那條時間線呢 亦都是很要大家去追的 但是第二期就是在說他跟 即是SpyGround Ghost Spider 即是我們平時認識的SpyGround 他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故事 無論在畫風和作品的內容上 他不是那種打到Bling Burr 會令你覺得好刺激的故事 但是反而就是可以透過 一個很多不同的Ground Stacy 角色的融合去展現一個故事 那究竟是不是所有的 因為有些是去到1950年的嘛 理論上 即是理論上 Wan Stacy 以前是未出生的 他應該在某個時間點才出生的 如果他只不過是一個學生的話 那去到2020年你還是一個學生 那你沒理由在1950年出生 那究竟他在玩什麼呢 他也是有趣的 可以看到是一種有趣的內容 會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會多一些有趣的故事走出來 尤其你看到他一開始 都是說我平時都是對開一些低尾的東西 那會不會其實一直都是低尾到尾呢 還有關於究竟會呈現了 幾多不同的形式的角色出來 因為他可以玩得很瘋狂的嘛 既然他可以是呂雷神的話 那他可不可以是呂雷神的 即是另外一個Captain Marvel呢 他可不可以是Captain America呢 就是樣樣都可以是他 真是What if 都很重要 所以可能會覺得比較有趣一些 這個故事 但是那些畫是比較 在我的角度 他屬於不是劇畫風的 有一些日本動漫風 所以看起來就 但是配合英文的有點古怪 但是這個可能就涉及到我看的美幻不夠多 那輕輕都說了半個小時 我介紹了三本書的第一期 下一次我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追了的書 有些是一個中篇 剛才提過這個Shadow Wall Alpha已經完了 到時都會一人小句 就是我一個 小一句 就知道我對本書的評價是甚麼 另外有一個 DC有個大Event開始 將會由六月延續到十二月 因為期七個月的一個故事 好像叫Dark Crisis 看看會不會中路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的節目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